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这是要和俄罗斯死磕到底吗 其实它还另有目的 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是毫不避讳的 不过由于乌克兰它不争气 这些援助几乎打了水漂 正因为如此相当一段时间里面 西方对于乌克兰是相当失望 不想搭理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就这种失望在前段时间似乎消失了 欧盟突然宣布要继续为乌克兰提供价值500亿欧元的援助 钱的数额不低 但说句实话 在战场上发挥的效果确实是十分有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大多会以武器的形式运送到乌克兰手里 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些武器对乌克兰的帮助不大 我想我们可以看看乌军是怎么说的 环球时报报道说乌克兰虽然公开说过 这些先进的装备会对付俄军时候非常有效 但私底下经常抱怨这些炮玩意儿 不适合作战任务的执行 甚至还会危及使用者的生命 这是怎么回事 吃里扒外的东西 你说说 其实从俄乌前线不断传回的战报中 我们就能亏之一二 就拿早些时候鲍二坦克被击毁来说 鲍二可是号称最强坦克 在面对俄军的时候如此不堪一击 你不能排除乌军在战略上使用是有失误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本身的问题呢 一般人认为坦克它就是个铁乌龟 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有不错的防护装甲 不至于说被小型弹药就轻易给击毁 可是从被击毁的坦克上 我们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其薄弱的装甲 这其实啊 你就不难理解 武器本身就是技术和需求妥协的产物 只要是武器在一定程度上都有长短板的问题嘛 那单一武器无法改变战场 那软件问题更不是直接你要了个援助就能解决的 那么西方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呢 我都知道啊 冷战后欧洲各国都留存大量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欧美国家 那么这些武器装备啊 保存是既费空间又费钱 因为它要维护嘛 实在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了 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些武器装备啊 都送去支援乌克兰 那这就是个好办法 不仅卖给乌克兰一个人情 而且还可以清空这些受损消耗的武器装备库存 因此很多送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大多是由于维护不当或者缺少保养的瑕疵品 这样的武器装备投入到战场上 那它无均是占不得一点便宜 美国纽约时报也证实了这一点 那它也表示过说 在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些武器中很多都是来自于库存 使用前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和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检修 美国媒体也曾说过啊 在西方大肆宣扬的对务援助之中 老旧或者需要维修的武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以至于任何时候乌克兰都有高达30%的武器处于维修之中 你看比例这么高 它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使用武器装备的发挥效果 此外呢这些有问题的武器装备 乌克兰还需要自己花大量的钱去修复 这笔战争财富最终又流进了西方国家的口袋里面 说实话 这些西方国家表面上是大肆宣扬支持乌克兰 背地里是趴在乌克兰身上的不断吸血呢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乌克兰的前途命运 从始至终 他们想要的就是在这场冲突中能够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利益 你看纵观全球这近20年的战场 都是这样的下场